分享 因為我們也希望一直在進步 那修行真的 每天要逼自己進步 不然你就是在浪費你的生命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藥供 希望把這個儀軌再加持 因為藥師七佛 發了四十四大願 每一個願都希望為眾生而發 那你早上起來 早上起來 很多佛菩薩都教你一個方法 如果你怕生病 你早上起來練一個什麼 文書八字咒 我們常念的 就是垂陸咒 噢阿鼻阿風 咖哩阿夢說 加持水 早上的水 然後練個七便自己喝 你之後比較不會生病 你可以調整你裡面的所有的 這些癌細胞把它進化掉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方法 或是說早上起來 練個七便了 要是冠點真言 都可以了 然後如果你已經身體 老人家已經老化 老化 疾病 哪裡痠哪裡痛 去看醫生都沒辦法好 那文書 菩薩也很慈悲 要你要念 這個文書八字咒 噢阿鼻阿風 咖哩阿夢說 加持水 你就用這個水來洗澡 你這個酸痛的地方 就會好起來 所以任何一個法門 都有治療 身體的疾病的能力 那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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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然後剛好大石頭推下來 要扎死這個 我們 佛陀 那誰 誰來救佛陀 有沒有人知道 公彼羅大將 公彼羅 用他的神力 把那個大石頭 把他吹破 完之後 不小心還有一些 小石子 掉下來 扎到佛陀的腳 而流血 所以 彼伯達多 身陷地獄 所以 為什麼說 復法神 復法神 我當年的復法 就是希望 復你到成佛 都永遠不離開你 這個叫做復法 復法神 在要是七佛裡面 如果你求要是七佛 更正 十二要插大將 這個要插大將 會幫你 埋怨的 但是 他有一個方法 你要學起來 你要用五色線 五色線 看你要祈願什麼 祈願什麼事情 你要七個結 七個結之後 把這個五色線 綁在身上也可以 或是說 放在一個 紅包 然後放在你的佛堂 等這個因緣 這個十二要插大將 幫你 把你這些事情做好了 這個機會圓滿了 那相對的 你就要把這個結打開 或把它燒掉 因為你去祈願 那要是他大將 一定會幫你忙 那相對的 十二要插大將 代表十二生肖 像公比羅大將 代表屬豬的 你會屬吧 從十二大將 一直這樣 十二生肖 一直這樣屬下來 如果你從後面屬 後面屬 因為我 第一個就是 翻過來 來 匹捷羅大將 就是屬老鼠的 第二個屬 所謂的趙杜羅 這樣屬牛的 一觸幾乎 三好四頭 五年六爪 這樣屬回去 看你是哪一個生肖的 然後你念他的名號 打七個結 然後再跪著跟他齊請 希望這個 要插大將幫我忙 我有什麼事情 希望你幫我解決 然後他就會想盡辦法幫你解決 那你真的完成之後 供養一下 你可以買一些水果 真實的答謝他 供養他 那就會很高興了 因為世間的這些護法神 就是希望人家供養 所以 這個是一個方法 那十二要他大將 也有一個座 我練給各位聽 翁 巨皮羅 說哈 在《要師七國記》裡面講的 提到十二要他大將 如果你沒有 沒有訓練他的名號 你也不知道你的生肖是哪一個 你起碼練那個 翁巨皮羅 說哈 練個七遍打七個結 來齊請 這樣的話 這個要他大將 會馬上幫你 讓你趕快讓你的願能夠實現 這個很重要 你也可以把它學起來 就是講一下 修行過去講過了 修行你要一直提醒自己 有四個 提醒喪失加持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 沒有每天這樣 去意念灌輸自己 這些種種 那相對的 你很容易就生起一個 所謂的不善的念頭 然後又會懈怠 所以有四句話 希望各位把它記起來 第一個 不要忘記上師 如果你的上師 可以真的教導你 你要時時把他的這些 所謂的開示的語錄 每天拿來讀一遍 好比我們常在念心經 常在送地上經的人 你雖然讀得很熟了 起碼對你有一點的幫助 如果你不懂他的意思 慢慢的 越念越久 那相對的 你就有辦法了 有辦法理解了 就好比有一個人 問孟三老和尚 說孟三老和尚 孟老 我已經讀金剛經 已經讀了十年了 請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換下一本經 來讀誦了 因為我讀金剛經 也沒辦法了解他裡面的意思 那孟老和尚講什麼 孟三老和尚講什麼 我已經讀金剛經 讀了二十幾年了 我才了解裡面 一點點的佛法的道理 請問一下 你要不要換 要不要換 所以一個老和尚 他已經讀了二十幾年 我研究金剛經二十幾年 只了解皮毛而已 你現在讀十年而已 你就要換一本經了 還不夠 還不夠 你要繼續讀 所以他就鼓勵 鼓勵人家 你要真的去了解他的意思 不然你讀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還是只有皮毛而已 所以 盡量 上司的開示 口訣 你要去學習 所以 不要忘記上司 時時向他祈求 所以很多人說 我來參加法會 是來聽法的 但是 平常就不用功 平常都不用功 平常就有很多時間 可以用功了 為什麼 你一定要上司給你口訣 上司教你法 所以佛法是 你要先去看 看不懂 再來問 這樣對你才有幫助 如果你只是 什麼都不看 然後來之後 你聽上司說 我要聽你開示 我要聽你的口訣 那給你再好的口訣 你也沒辦法了解了 所以還是一樣 佛法是用來自己自修 自修 佛講了那麼多的法門 你拿來用之後 不懂了 再來問上司 這樣的話 學習佛法會更快 所以 不要忘記上司 要時時向他祈求 你不懂的佛法 不是說 全然的要上司給你口訣 絕對不是這樣 第二個 不要隨順妄念 時時關照自心 所以 關照你的念頭很重要 所以有一句話這樣講 真正的佛 真正的學佛 不是在於 通達多少的佛理 佛經 而是要戰勝你多少的煩惱 放下多少的執著 念頭 所以所有的佛法就叫你 打消你的妄念 打消你的妄念 不要執著法 我執法子都要放下 連空子都要放下 很多人製作空 這個空子也要放下 所以這個要 一直要去訓練 所以 隨時 不要隨順妄念 時時關照自心 第三個 不要忘記死亡 時時謹守戒律 因為死亡隨時都會來 你今天不小心 或許等一下出去就 被撞了 也不一定了 所以這個很難講了 所以盡量的 隨時意念死亡 隨時時間不夠用 我要好好的用功修行 然後 以戒律做基礎 以戒律做基礎 你戒律守得好 就有副法神保護你 像這幾天的電視裡面講 有一個人 你看 鑰匙法門也是這樣 可以消除很多橫貨 有一個人去工地 然後不小心掉下去了 有一隻鐵桿 鐵桿從他的肛門插進去 到肚子這邊射出來 你看 橫貨隨時都發生了 以前有一個 是在工地做工 快一秒 慢一秒 就不會被插到 就是那個時間點 那隻鋼鋼 鋼鋼鋼 剛好從最高的地方射下來 從他的腦門關下去 當場死掉 所以這個時間的橫貨是很多的 你要避開這些橫貨 唯有靠復法神 唯有靠你自己的善念 守著這個戒律 所以戒律守得好的人 復法神自然就擁護你 可以把你排解很多的這些事情 修行的障礙 然後第三個 剛才講的 不要忘記死亡 實時勤守戒律 第四個 不要忘記友情 實時迴向功德 所以我們學習普玄菩薩的十大願王 每天你要去審查說 你到底這十大願王有沒有做到 有在常常念十大願王的舉手 每天你有念一遍的舉手 沒有 都沒有 來 要背一下 有幾個人而已 來 共念來 一者李敬祝佛 二者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共揚 四者懺悔業障 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請傳法輪 七者請佛注釋 八者常學佛學 九者恆順眾生 十者普皆迴向 如果你願意每天這樣 這十個科目好好去審查 你到底有沒有做到 如果你願意用這樣的方式去修行 你就累積很大的資料 因為很多人在累積很大的福報 但是忘了懺悔業障 因為自己的惡業沒消 那相對很多障礙來障礙你的時候 你會退到心的 所以為什麼說 噶當派的這些成就者 我們講的阿底賈尊者 每天去弘法的時候都要帶著噶當塔 晚上的時候都要去拜三十五佛來唱偉業障 這些成就者已經修得很好了 他們每天還要懺悔業障 所以不要認為自己修行很厲害 而是說你有沒有平常心 你修得在真的神通自在也好 你起碼還要不斷的審查自己 這個有沒有在真實的在利益眾生 沒有在利益當下你就要懺悔 所以學習方法就是自利利他 幫助更多的眾生也能發不離心 這個特別重要 所以盡量的剛才這四個再講一次 第一個不要忘記上師 時時向他祈求 自己要先學法 不懂的再來問上師 這樣的話不會浪費很多的時間 更可以學到更多的法 第二個不要隨順妄念 時時關照自心 不要忘記死亡 時時守時戒律 第四個不要忘記友情 時時迴向功德 這個四個題目 自己稍微每天可以審查一下 然後世間的真相 真的以前講過說 第一個要知身 這個身體不堅 所以如夢如幻 第二個知生命不久 你的生命很短 所以如泡如飲 第三個要知錢財不顧 如路如電 你再有錢 有一天你死掉的時候 錢都不是你的 你現在賺了很多錢 你沒有把它變成福報 這些錢都變成不是你的 這是別人的 所以你懂得賺錢不是有福報 要懂得用錢才是有福報 用到恰當好處 幫助眾生 第四個 要知公民不實 如霜如雪 所以這個世間的錢財名利 都是夢幻泡運的東西 不要去追求 真正的追求是 讓內心平靜 沒有煩惱 沒有執著 然後又可以升起一個大悲心 來幫助眾生 每天讓培養大悲心的方法很多 可以跑坟墓區 可以跑醫院 可以跑殺雞殺牛 殺羊這些 殺葉很重的地方去 幫牠們念念佛號 跟這些動物結結圓 這些動物 當牠死掉的時候 聽到佛號之後 有可能就繼續來 投胎當人來修行 因為不用在所謂的畜生道裡面 動物道裡面 變成 惡業困擾變很久 因為一隻動物 可能起碼要五百次的惡業要賞還 所以這個就是幫助了牠 所以說救命的功德特別大 每一場法會 我們一定會勸人家多放生 然後實際的我們師父就表法 讓所有人都來參與救命的活動 因為救眾生就是救你自己 因為我們有 或許不好好修 以後會在輪迴裡面當動物也不一定 但是你因為 有現在有這個善緣救了牠 或許他當人的時候換牠來救你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幫助眾生就是在幫助自己 找到自己 所以盡量去努力 然後剛才講的 跟各位分享分享 那現在請問一下 這個世界是真的還是假的 都是因緣合合的世界而已 所以有的人假如說 現在世界在變 剛剛講的末法 末法都到了 有人結婚了之後 老婆唠叨 她現在可以什麼 我可以去買假老婆 她可以買五個假老婆 不用跟老婆睡 跟假的老婆睡 所以這個世界會越來越亂 越來越亂 那相對的 你看 剛才講的 教你守戒 愛喝酒的人 尤其我們在知道 日本晚上很多酒吧開放 那相對的 愛喝酒人就往往 都會弄很大的這些醜聞出來 很多的傷害自己 又傷害家人的事情出來 所以你看 世間也是很無辜的 這些警察 當你愛喝酒的時候 喝醉了 警察要去關心你 還被你打 還被你打 那不是很冤枉嗎 所以希望 酒不是好東西 所以五件裡面 酒是遮戒 更要把它鎖好 會傷害這個身體的 喝酒 吸毒 搓淹 吃檳榔 最好都全部改掉 所以這個 對修行比較有利 盡量努力去 把自己 這些習性 把它調整到 調整到能夠正常 温暖的陽光照射在 對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養著萬物蓬勃生長 坐落於台南市歸仁區 隸屬於海濤法師慈悲之夜 中華護身協會的八戒護身園區 從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環境 映入眼延 近視綠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葉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護身園 即位於青山綠水之間的廣大平原 風景秀麗 五色風馬旗隨風飄揚 讓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護身園區 更顯其生機勃勃 佔地一千四百多坪的園區中 收養了包括一百零四隻的狗 以及一百七十一頭豬 簡單地將園區分隔為兩個區域 從門口望去 右邊是豬隻們的活動空間 左邊則是狗兒們的生活田地 兩者雖屬不同物種 卻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樂的大家園 稍稍接近圍欄 狗兒便奮力搖尾 伴隨著此起比羅的叫聲 熱情的招呼從未減斷 展現出活潑的甜心 有些狗兒或許是因為未曾蒙面 顯得有些退卻 羞澀體蜷縮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 渴望關愛的眼神 使人發起憐憫之心 在園區工作人員們 細心的照顧及呵護之下 多數收養的狗兒 漸漸恢復豐碩亮麗的體毛 以及健康的躯體 並恢復與人親近 當伸手輕輕撫摸牠們 便能得到狗狗們熱情的甜手回應 而在另一邊 豬卷通風的設計 為豬隻們擋住酷熱的陽光 驅走不少暑氣 豬隻發出的聲響也不分懸置 有的悠閒地躺臥在角落休息或睡覺 享受著午後的微風 有的則好奇地張大眼睛望向來外 看見來人便搖著尾巴 並舉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與人親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論是豬狗雖然屬於動物 卻也能流露出與人濃厚的情感交流 及靈性智慧節 為了提供八戒護身園區 動物們安穩的生活環境 除了感謝海陶法師慈悲的大愛外 也要感謝工作人員們 秉持著佛陀的教法 用愛心來灌溉這片大家園 為了讓此殊勝的慈悲善行 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動物們皆能與此安享晚年 並且永續經營八戒護身園 這片動物們的清淨樂土 中華護身協會廣妖寧 一同加入護持的行列 讓無數刀口餘生 及遭受遺棄傷害的動物們 皆能在八戒護身園區裡獲得重生 實踐佛陀愛護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懷 更成就救護生命的偉大功德 護持畫博帳號 42138483 42138483 護名中華護身協會 中華護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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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內園 你根據回覆 公司協憐 右早上 店船 郷默 樹 太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着音乐声,我们来到体育馆 舞者们跟着节拍律动,身体延展出活力 别看场上的舞者轻格慢舞 他们可都是55岁以上的乐灵学员哦 这是左营乐灵中心所开设的民族舞蹈课之一 由专业老师带领的土风舞课程 大概古今周外的俄国的民族舞蹈 我们都有交到了 所以能够吸引很多的学员 学员人数的话 一起大概是在30位左右 这个课程好 好的话当然一定要有好的老师 好的教材 好的学习的环境 这个环境我觉得是相当优越的 我们是风箱木的地板 又一个篮球场的面积 又在体育馆里面不会刮风下雨 实在是很绝佳的场地 因为我们教的是世界民族舞蹈 世界民族舞蹈它是可以包含 艺术 修行 运动 与全部的一个修行运动 它现在在全世界各国也是很流行的 它是介于说运动跟我们修行之间 跟艺术也有很多的艺术表现 因为很多舞曲是从古老的时代 遗留下来 上课方式有分学术两个方面 一开始是用嘴巴上课 用嘴巴上课 让学生了解这首舞曲音乐它的由来 接下来就是 素科的就是用身体去教他们 让他们去了解 他身上的骨骼肌肉怎么去应用 甚至于说不要受到伤害 有教他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 各位 我们今天来教一首新舞 这首叫最爱 是一首亚美尼亚的舞曲 第一个动作 面朝方向线 双手自然 想方向 可以吗 对 它有分四个段落 有分四个段落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的第一段 右脚向前走四步 身体放轻松 等一下呢 我们走步的时候 是用你的前脚掌 身体呢 我们尽量把它延伸向上挺直 双手向上 一 二 三 四 右脚往前一个交叉 可以吗 五 推六 可以吗 左脚向左边踏 现在我们是面朝方向线 向前四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一次从这边开始 双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手放下来 可以吗 然后呢 我们现在左手向上 从此呢 用你的右脚朝左边走四步 回到原来的方向线 可以吗 原来的方向线 对 这边方向线 对 我们从第一脚接到这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一 二 不同于注重表演的制式化舞蹈 土风舞是结合众人同乐的休闲舞蹈 在课堂上 学员们踏着轻松的舞步 共同享受土风舞的乐趣 虽然多数学员在课程上已经驾心就熟了 不过 当大家还是舞蹈新手时 还是有遇到一些挫折与困难 学员跟无上的问题的话 我们这边呢 采取的也就是说 不像外面用个别指导 我们是用渐进法 就是说 请一些学了比较容易入门的同学 在旁边甚至引导他 那我也在旁边寻助他们 把那些动作可以跟得上 让他完成 因为年纪的关系 所以记忆里比较差 所以老师教 虽然老师这个很 讲解很详细 但是我们还是会忘记 要反复的练习 所以同学有时候他会把它录下来 在群组中PO上来 那我们回去的时候 还是可以看群组的这个录影 那可以反复的学习 对 陆老师他教学很认真 他真的是很认真 那有时候像那个一条舞 他会教好几次 那学员在发问 他也会不愿其还 一直在说明 那学员跳的动作有问题 他也会纠正 并且这个舞会一直恍惚 恍惚跳 让你会很熟悉嘛 这边上课的学员就有分 目前分成两大类 就是家庭主户跟 退休的军工教人员 那他们普遍就是有一个 自己信心不足 觉得他们学不会 那其实透过慢慢的引导 他们每个人都会可以找到自己 原来也可以这么做 甚至于说比他预期的还好 这些长者在家里 懵在家里 有一些的情绪上的 可能会预足啊 或者怎么样啊 让他们出来走一走 心情会比较轻松 可以放得开 那在这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育足的 有一些忧郁的血缘啊 或者癌症的病患啊 也都在这里学习 他们的状况也都很有改善了 因为我本身是有糖尿病的人 所以医生一直建议我多运动 可是我平常如果是去操场走路的话 运动量不够 那要跳舞 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运动的量 而且会出很深沉的汗 让我身上有一些排毒 对身体有帮助喔 跳舞真的是最好的运动啊 因为像现在我们已经 比较没有家庭的束缚 没有这个小孩这个负担 我们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那来参加勒林的这个课程的话 对我们来讲也是心灵的成长 同时也是我们社交圈的扩展 就是说人家说 哎你不想得忧郁症 或者你不想很 不足的坐在家里 你应该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勒林课程 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吐风舞不仅能增进彼此的距离 还能达到双心健康 这群勒林学员向我们体现了 五到十不分年龄的休闲运动 用他们的肢体 舞出精彩活力的勒林生活 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上各县市的勒林学习网 搜索更多的课程进修资讯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